大家好,我是绝命肥师朱教授 这几天研究尿我都研究魔症了 抬眼闭眼满脑子都是尿 从尿煤这个突破口 我原以为已经征服了尿肥了 结果越深挖越不得了 下面还有一整座冰山等待着我去发现 尿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主义者来说 它不仅可以提炼出水、肥料 更可以制作黑火药、火箭推进器 甚至连家庭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用它去洗衣服啊 去清洁污渍 甚至科学家发现 可以用氨气来制作新能源电池 解决人类的供电、供热 真是只恨当初为啥学化学的时候 没有发现化学是这么有趣的事情呢 中学的老师们 你们实在是要反省一下 这么有趣又实用的一个科目 怎么会被你们教得那么枯燥呢 不过我还得往回收一收 脑洞不能开得太大 我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 还是把菜种好 至于做火药啊、做电池啊 那属于末日生存技巧的高级课程 以后我有闲暇的时间 再说这些事情吧 总而言之 对于我们末日种菜流的人来说呢 尿是绝对的宝贝 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 我也会尽快学习之后去实践 和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我的学习心得 您对尿有什么样的使用心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